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回到主線劇情 好所以我們到了黑木牙要攻打東方不敗 大門是有重兵加上牙底翹塔又有鳥沖兵杖鋼 剛才大門防守也密黑木牙重有天險之士如果硬闖士兵難上加難 我們就攻起五倍傷害的措手不及 這樣太冒險了 黑木牙大門外重兵駐紮 這邊攻擊逃不了便宜 但只要我們能夠進到裡面 兵力能收拾半功倍之小 不論我們就由密道攻進成德殿 根據教授的經驗東方大軍詭計多亂要小心埋伏 李兄說的是我們剛才兵分二路 分上敵人注意 無等由正面殺進黑木牙 李兄只有密道直攻成德殿 大活躍在成德殿前會 交給我們了吧 國上的做到方式 太快了我剛沒唸完 哈哈哈哈 一群俠兵蟹將 人誠誠大事 還不如早早下地預算 我假匪龍之主 就來送各位一城 這個是 是殺死南阿島 敵在首將 與多田中盛的暗器 你施展的手法也都相同 所以人絕對是他殺的 為什麼要殺死自己的同伴 哼 因為那傢伙說太多話了 我不容忍多化人的活著 就為了這種事情而殺死自己的同伴 我們簡直已經到了上盡天然的地步了 這種人可要好好給他教訓 嘿嘿 要給我教訓嘛 我龍之主就在這等著 兩位大美人別著急 等一下跟他們常常 什麼叫做銷魂的滋味 保證試過了 再也不想離開我身邊 請開始期待吧 閉上你的狗嘴 上山在黃沙災難也跑掉了 這次可沒那麼容易的 啊哈 你生氣的樣子也很美 等我殺了艾斯的人 張姆就來好好親了親了一番 重說 去把二位頭給我留下來 OK 我們來看一下招式吧 所以不能讓他快 太快死掉 好痛喔 好痛喔 好我們故意 休息 看他的大絕 看有沒有大絕 嗯還沒放 好痛喔 只可以 好痛喔 不然 多打十足 他應該是要放了吧 他剛剛都聚氣了 還沒法 我記得他放的那些招式都是增加攻擊用 不放啊 好 再來 還是他沒有大絕啊 不可能啊 應該會有 那也是五輪弄出一把 倒還倒 還是沒有 我們要等等他這個人拿上去好了 這樣沒有就算了就放棄了 因為我並不知道到底 敵方的BOSS到底誰有大絕 現在沒有 我都是慢慢等 如果沒有的話 這場上都可以直接跳過來 好啦不要拿太多 把他死掉就尷尬了 他就是沒有啊 如果沒有就有太多時間囉 好 好 看起來是你 好 還有 貓咪 貓咪 這下面不得洗 這下面不得洗 好 喔 不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啊 感覺他真的是很大絕 這樣被弄過這邊 好啊 這樣他這邊差不多會跳過 讓我們跳過吧 好 別殺我 他只要把我放了 所有的事都可以告訴你們 哼 搞搞不了吃吃 剛才的囂張把握到哪去啊 流你也沒有用 剛才殺了 我不要啊 勞 勞命啊 等等 如果能知道全盤的計劃 勞固他也無妨 我願意說 我什麼都願意說 只要不殺我 小米妹妹 理工的時候沒錯 竟然這處徵願意揭露全盤的事情 暫且都勞固他 你放心 只要所有情報沒有任何價值的話 那他就是有100顆頭 姐姐也把你通通給摘下來 哼 快說 我們到底有什麼陰謀 我們自己呢 都是在封城家滅 滅亡之後 勾結透身的 為了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復封城家的榮光 幾個月前 有個自稱師東方不愛人 沿路村來到我們根據地 並且希望能幫助他收回六月神效 以及奪取大名的天下 以表示當上皇帝以後 會發兵幫我們擊敗得穿 見到這種事 你們笨蛋會相信東方不愛這種人 可見你們真是瞎了眼睛 哼 就只有那些蠢蛋會相信他 表面說什麼 終界瘋了人家 事實上多數人 還不都是為自己做打算 所以 你們不願做笨蛋 就反過來創作東方不敗 將自己的同伴出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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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松 你 你怎麼知道 不可能啊 怎麼沒聽你提過 我只是以整個情勢推測 你想想 這裡陸上的臉部扶桑軍隊 不僅起碼得來容易 就連沿路都很少遇到埋伏 關鍵這些消息來得如此簡單 卻連東方不愛 或黑木牙軍的線索一點都沒有提到 這無非是扶桑軍內 有人暗地出賣自己人 剛才聽了這出聲的話 你更定堅信我之前的想法 好小子 居然反過來出賣自己的人 要將符桑軍重回封城駕的時代 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而且我不想躺這場洪水 只要誰給我好處 我就幫誰 東方不愛 給你什麼好處 他答應我 只要順便幫他 始終於有五名各大派 以及扶桑軍兩派巨上的話 來讓他當他大民國的天子 我就是大民國的宰相 這一人之相 萬人之上位置 有誰會不想要 只有蠢那才會沉迷自己的幻命 幻命的迷惘 哦 是嗎 那就讓我殺了你 好為你的同伴報仇 等等 我已經說你們想聽的話了 你們怎麼說說話不算話 咦 你怎麼這麼說 我剛才也說過啊 如果情報有價值的話 暫且勞勾引命 這情報嘛 是有這價值 但是勞命的時辰已過 所以你還是得見閻王去 李昌將 你說的話不能不算啊 我確實說過這句話 不過其他人的意思 也不能不願 不能不顧 哼 像你這種人死有餘辜 你問你何用 可惡 既然如此 我們全部就被我一起死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到地獄 啊 對不起 到地獄裡 去跟你的同伴懺悔吧 嘿 記住了嗎 下次話還少想些 小命團的活久點 那怎麼死我根本不知道 好啦 所以我們要繼續走迷宮對不對 這迷宮很長啊 這個是 好 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敵人長怎樣 欸 這邊有一個 欸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蛤 這是什麼聲音 怪了 什麼時候有這聲音的 走得那麼多趟 還是頭一道 頭一照聽到 小心點 這地方古怪很 不會吧 這地 地板好像 糟了 難道是 不好 大家快離開這 怎麼了 欸 欸 當機嗎 欸 喔喔 笑不掉 地底密道1 是正常的嗎 我看一下攻略 好 我們掉下來是正常的 然後攻略是寫什麼 先到左下方 先往左下方前進到水池處 再從右邊上看 這個是 什麼啊 水池處 好 先換底洞 可是我們還沒遇到敵人 呃 進入到 呃 然後從右邊上看 右邊 然後消除這個 火牆 怎麼消除 還不給我點啊 欸 按哪一個啊 哇 尷尬了 是我們有學習到什麼啊 啊 有了有了 有的時候不好點 還要按F2 點 點了嗎 好 應該是按了 OK 然後 音樂沒了 再蓋一次 然後 再回到水池處 由左邊上岸 走到左下方 走到左下方 進入地道 密道2 這個小兵強嗎 蠻強的 然後 走這裡 然後 地體密道2 等一下喔 這裡嗎 好啦 這樣都快轉吧 咦 剛按了嗎 為什麼 喔 有了 有了 我也還有 我想說剛剛怎麼走不進去 然後往前走 給狼鳳凰駕蛇 這個嗎 這個嗎 然後再跳到 跳往中間 中央的石柱上 有了 其實 其實狼鳳凰的大血是蠻痛的 可以 沒有了 有了 跳往中央的石柱上 這個是 跳過跳過 為什麼目前要走過來 好 我是 為什麼感覺程序好像有錯誤 算不算了 是這樣 我剛剛怎麼過去的 會顯示出來你知道嗎 然後咧 跳我上去啊 雖然我解他是什麼機關的 欸有兩個石頭欸 看一下喔 再有裡頭按上枝板的 然後再回到密道1 OKOK 回到密道1了 就是剛 呃剛才我 莫名其妙走過去按了那個機關 之後又回到 三個地圖 好 這邊地圖好像快轉吧 這邊有點無聊 好我們機關解的差不多了 應該會有劇情的 我等待你們好久了 小米小姐 這聲音 難道是烏鷹姐姐嗎 真的是你 你還活著 真的還活著 好久不見了 小米小姐 你越來越漂亮了 太好了 這人是你 怎麼你會出現在這裡 小米小姐 小米小姐 是我結霸好友 雖然因果分屬敵對的陣營 但是我們洋養的輕蹄 卻從來沒有改變 小米小姐 也是唯一的自己 警告主供 令我從一起的 你突破了引人陣 引人陣 小的無力阻止他們前進 這本就是一條重的事 只是為了拖延一些時間 而已 就讓他們去吧 後面自然有人會解決他們 遵命 烏鷹姐 剛剛那是什麼意思 小心 不會的 你 這是為什麼 抱歉了 小米小姐 你們的路只能走到這裡為止 接下來就有 這最後的五人送之一 烏鷹財帳 來結束這一切吧 可惡 不 不要動手 好吧 哇 哇 哇 他怎麼會有大絕了吧 哇 他拿了雙刀流耶 好酷喔 後面 還有一筆 他也都會打造的 疲物 但是 至於 哇,好帥 人物反物 完全打不到他 好帥 這台力 哇靠 太強了吧 我一直不放大雪是因為後面還有Boss要打 所以一直不想放 這邊好像是要直接打動畫不白 欸? 等一下 沒錯 呃... 呃... 爆氣了喔 打不中 算了 贏了贏了贏了 小米 你沒事吧 小心 不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躲開呢 為什麼 我本來是該死的人 讓人結束在你的手上 財長 心甲情願 不成了 算是太過嚴重 為什麼要幫助他們 財長人結應該不是這種人啊 因為我欠封城家 更欠他一份恩情 才這樣就難死 也要抱他 我希望小米不要捕上物影的後塵 所謂的富國 為了他 無影拋棄一些 你不一樣 有許多美好的事等著你 千萬別忘了身旁 還有關心的人在 為了他們 更為了自己 是時候把不屬於你的 丟掉了 不 你已經會有臉 看來下面真的改變了許多 財長很高興可以和你成為姐妹 希望來世 還有這個緣分 呃 呃 財長姐 你不能死 聽到了沒 小米拜託你不要死 李公子 小米就托付給你了 希望能帶我好好地照顧他 另外 請幫我 幫我轉告你新大人 吸 他人回頭 好 好 欸 我時候時候 重兄你到為物影拆財 傷心難過 啊 誰好過去安慰 蝦米姑娘是嗎 啊 我知道了 重兄不用擔心蝦米姑娘 李通一定好好走過他 哇賽 李通有什麼 聽到蟲子要講什麼 太厲害了 我們先跟 狼鳳凰講個話 好友之間竟然互相長沙 真 這是戰爭真正可怕之處 一公子 你過去好好安慰他吧 我們休息一下就上路 我知道了 鄉民我來了 正主點 財產姐姐 為什麼 鄉民不要這樣 我殺死了財產姐姐 她都不苟開 為什麼不躲了 我不是真的想殺她 鄉民冷靜一點 不要這樣 我不要 我為什麼要殺她 我為什麼要當忍者 我好恨自己 我沒有被生下來就好了 不要這樣 你忘了烏雲姑娘的時間說過話了嗎 她已存閉持的決心 她只是借你的手達到目的而已 你與其真相消沉 還不如想想她對你說過什麼 她要我 要我 是啊 她到臨終之前 都還是惦記著你 你忍心讓霧影姑娘不能瞑目嗎 我 財產姐姐 她要我 不要放棄我的人生 好 我們先走個檔 這邊是我們的 最後支箭的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抉擇點 鄉民 不只是她 我也希望你不要輕易放棄自己應有的一切 好 是啊 所以應該只想這個沒有安慰的成分 所以我們要選第一個 不只是她 我自己的人生嗎 我知道了 鄉民 我知道她這樣死了 你也很傷心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你還是要我這個 藍姐姐 藍姐姐 謝謝 唉 來吧 打起精神來 不能讓霧影姑娘這樣白白洗整 一定要抓住最後的元凶 我知道了 我不會流淚 我永遠不會再哭 我要變得更強 才能把自己的人生掌握在手裡 在這之前 我不會再哭了 鄉民 你為什麼會 別這樣說 小丫頭 你怎麼搞 李公子可不像你這樣誤解她的意思 能夠為了任何人哭 絕對不是一件壞事 也絕對會因為眼淚而變軟弱 懂不懂 藍姐與你的裁占姐 可都不希望你變成這樣無情的人 你生蠻的那人 更加不希望你的無恥 知道嗎 你 你真傻 我 我 好了 你就是這樣 在不是這樣的地方 彈琴出來 你藍姐我都看不下去了 趕緊辦這事吧 藍教所說的事 這就趕緊上路吧 OK 好啦 我們這裡到這邊結束啦 那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喜歡我們頻道 歡迎到我影片的主播下方的圖案 按一個訂閱 也歡迎到我粉絲連按個讚 你中最新的消息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 謝謝掰掰 拜拜 拜拜